第17030集 楼下很热闹,并不知道楼上发生了什么事 秦家定从楼上下来时,在客厅扫了一圈,没找到人 直接进了厨房,果然看到敏江西 二婶 敏江西转头,秦家定走近,站在她的身边,没说话 有事 教我做几个青菜吧 敏江西面色坦然 你女朋友喜欢吃什么 我做什么她都不挑 你教我几个,一拿出来就验惊四座的 两个人还用点招经验四座 那就一鸣惊人吧 那你什么表示 秦家定轻车熟路 姐,求你了 他们两个的相处方式,敏江西并不觉得秦家定喊她二婶 她多有面子 反而她喊姐,这才是真求人的模样 年前,董泽和董言购物回家 看到隔壁往外面搬东西,心里诧异 大过年的折腾什么呀 董言看到隔壁的女主人笑着打招呼 阿姨,您这是换家具? 搬家啊 董言笑里也带着几分纳闷 还有几天就过年了,怎么这么着急啊 新房主着急住 搬家公司也都是人家给请的 他们还要重新的装修呢 我也别给人家耽误功夫了 本来还想搬完了再跟你们说的 咱们邻居住了这么多年 搬走了还怪想的 董言跟阿姨寒暄了几句 跟董泽回到家里 房门关上 董泽小声念叨 看阿姨这么高兴啊 估计是赚了不少 不然不会大过年的搬家啊 董言人逢喜事精神爽 语气轻快 大家都要开开心心的生活 董泽看了他一眼 怎么你也这么腻歪了 董言抬头看他 还有谁 董泽翻了个白眼 你说呢 不知道是定哥把你给带歪了 还是你把他给带歪了 我现在觉得 你俩都不怎么正常 当一个人觉得 身边人都有病的时候 大概率不是众人皆罪女独行 醒醒吧你 说完 穿着拖鞋迈步往里走 把东西拿到厨房放好 董泽敢怒不敢言 也知道董言 这急匆匆回房 是为了给谁打电话 都是一帮有意性没人性的 秦家定跟董言聊天 董言得知 但是秦家定家里一大帮人过年 很是羡慕 秦家定说 也是这几年 我二婶没嫁给我二叔之前 家里过年就我 我二叔和我太爷爷 现在好了 日人的闹的 明年见你们来神城过年 董言趴在床上 笑着道 那我要看你表现才能决定了 秦家定十分自信 我从追你到现在 正好二十四小时 我拒绝你几次 他掰着手指都算 好东西是这样的 董言脱口而出 你才是东西呢 秦家定勾起唇脚 笑而不语 董言也自知上套了 眼睛看向别处 两人在视频 秦家定忽然说 我要是跟你结婚 是不是就有夜城户口了 董言说不上是惊讶 还是好笑 看着手机屏幕道 哦 原来你憋着 想骗我夜城户口 说完 两人都忍不住笑 大年三十 秦家一帮人过年 董言和董泽 吃了自己做的 味道非常一般的饺子 看着电视上 别人家的饺子 垂涎欲定 隔天一早 两人纷纷饿醒 赶紧穿上衣服 出去吃饭 晚上看完电影回家 董泽跟董言 还在笑电影里面的 经典场面 约着明天 还有两部要看 董言心想 明天 秦家定就该来了吧 电梯门打开 两人静置往家里面走 刚打开房门 人还没等进去呢 隔壁的房门打开了 一个男生传来 回来了 董泽侧头一看 紧接着吓得一机灵 董言原本跨进门槛 闻声走出来看 当看到一身白色睡衣的 秦家定的时候 露出了瞠目结舌的表情 董泽瞪着眼睛问 你怎么在这儿 秦家定顺手 从进门柜上拿出来个果栏 走出来说 新邻居 以后互相关账 董泽和董言 谁都没有伸手接 不久后 董泽才知道 住了好多年的邻居 突然搬家 是为了给秦家定 疼地方 几天内装修完一个房子 并且非常有素质 没有吵到隔壁的新邻居 是秦家定 以及把他从独守寝室 变成独守空家的人 也是秦家定 董言没想到 秦家定会突然出现 更没想到 他会直接搬到他隔壁来 一如他生日那晚 他敢在十二点之前 给他煮了碗面 短短时间里 董言就没办法 再把秦家定当弟弟看了 弟弟不会不含解 不会气场压迫 让他随时紧张 不会把他按到墙壁上 一声不吭 疯了似的问他 更不会在某些事情上 说一不二 不给他说不的机会 当然 他偶尔也会撒娇求他 秦家定撒娇的样子 只有董言一个人知道 其实 他也会软磨硬胖 廉价结束 该上班的上班 该上学的上学 日子和从前一样 但又明显不一样 秦家定又兼职了 义乐的实习职员 有时候来公司实习 董言也会去夜大找秦家定 秦家定拉着他的手 堂而皇之地 穿梭在夜大的各个角落 他打球 他坐在台上看 他上台领奖 他挤在数学系座位上看 当董言对夏季新款的颜色定位 选在粉红色的时候 公司上下就知道 这事不简单 以前董言从没有过少女心 也从来不用粉色元素 泛泛大趣道 什么时候严姐姐开始选大红色 咱们就提前准备好分子钱吧 董言一本正经地说 我倒是想 他现在还没有到结婚年龄 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秦家定的耳朵里 当晚他就跟董言说 你在等我一年 或者用不了一年 说不定国家改主意了 董言乐不可知 拉低他的脸 亲近这张好看又会说话的嘴 八月份的时候 秦家定 董言和董泽一起吃饭 饭桌上三个人都神神秘秘的 最后董泽忍不住先说 姐 定个保言了 他最少还能在夜城混两年 董言正经为总 其实 我有个消息 要跟你们分享 秦家定和董泽 双双看向他 董言有些小紧张 或者说 是小害羞 多了一下才说 我刚刚拿到 夜代服装设计学院的 研究生名额 往后咱们就是校友了 你什么时候考的 一直在准备 没考上之前 肯定不能告诉你 万一没考上呢 秦家定举起杯子 恭喜你 学妹 董言笑着跟秦家定碰完杯 又去跟董泽碰 董泽说 我不考验了 董言看向他 有些意外 董泽自顾的 我等十月份去考教资 我给先行投了简历 以我的成绩 不考验也能进去 你不是怕影响我俩 才不留笑的吧 我难得自己有回主见 当然了 也是受过你俩的狗粮了 以后你俩过 我跟来经过 秦家定举杯 祝你当个郝老师 年底的时候 秦站跟你将袭来夜城 秦家定带董言来 四个人一起吃饭 期间 秦站总是小声 跟米江西讲话 秦家定觉得不太对劲 问了句 怎么了 你马上要有个妹妹了 秦家定和董言 双双开向米江西 米江西神色平静 他又做梦了 隔天 秦家定就跟秦站 跑去了夜城最有名的寺庙 两人烧香拜佛 秦站双手合十 秦家定知道 他心里想什么 秦站戴着墨镜 闭着眼睛 自己念叨 求求了 秦家定第一次见到 秦站跟米江西之外的人 服软 心里一酸 这次会心想事成的 你妹妹的名字 我都想好了 这叫求求 秦家定无语 这事 米江西肯定还不知道 第1031集 陆正安正在院子里面给花浇水 听到身后有过车声 转头一看 毫不意外地看到了一辆白色吉普 江东的车 也是 附近200米之内就他们两户人家 自家的车停在院子里 出去的只能是江东 不过 最近江东有点奇怪 沈娇在家里 他出去干嘛 同一片天空 同一个疑问 此时 正在房间里看书的沈娇 听到楼下过车声 顺着窗户往外一看 也看到江东的车位 他一个人开车出去干嘛 几分钟后 敲门声响起 沈娇听到声音 就知道是谁 出声说 能进 房门打开 周同站在门口 神色如常 要去镇上吗 沈娇拿着书回 有东西要买吗 安叔说 花土和花肥不够了 沈娇不确定 陆正安是不是也看到江东出门 所以才找个理由让他也去 这四年来 他们办了三次家 江东也跟着办了三次 就住在他们附近 不超过200米的范围 如果范围200米内没有房子 他就让人平地造个房子出来 终于两年前 他们这伙人认输了 不再搬了 江东也跟着两年没换过地方 如今他们住的这片区域 比最早来这个地方好多了 虽然也是农场 但好在开车是几分钟就能进小镇 小镇上人口不多 据说万八千人 以至于在附近住久了 走在路上看谁都严收 周童把车停好 沈娇从副驾下来 把后座的购物车抬下来 两个人推车去购物 面包店里面 出来一个亚裔面孔的男人 个子高高的 脸颊臭油肉 看起来不超过25岁 穿着面包店的制服 他是这家店里面的店员 手里拿着两袋面包 看样子要出去送单 沈娇一个礼拜会叫 两次这家店的外卖 都是他来送的 两人打了个账面 男人冲他点头 沈娇笑了笑 他起车离开 并不爱讲话 沈娇跟周童进了面包店 老板抬眼见到两个人 笑着打招呼 买面包的时候 老板自顾自的道 你朋友也刚刚来过 哪个朋友 姜 我还问他 怎么没跟你们一起过来 他说有事要办 由于沈娇每次来镇上 江东都会狗皮膏药式的黏着 导致镇上很多人都以为 他们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沈娇也懒得解释 主要甩也甩不掉 老板把面包装进牛皮纸袋里 周童付钱 两个人打过招呼后 从店里面出来 推车去买花土的路上 迎面又走来一个抱着鲜花的老太太 笑着白手 嗨 沈 周 沈娇露出笑容 周童也浅笑着点了下头 沈娇跟老太太聊天 老太太说 我去买花 在花店里看到了姜 她买了一大数的红玫瑰 是不是交女朋友了呀 沈娇心里不受控制的多想 主要江东四年给她送了无数字花 却没有一次是红玫瑰 她搞什么 面不改色 沈娇回 我不清楚 最起码我没见过 老太太单身 很热情 也很喜欢聊天 站在原地跟沈娇八卦 我觉得花店老板对姜很有意思 最近我这几次买花都能碰到姜 她跟老板有说有笑的 康康老板还主动地约将晚上去一起看电影呢 周童站在沈娇的身边 很难不去偷偷观察她的脸色 但见沈娇唇角勾起的弧度变大 笑着说 是吗 如果他们在一起 那也是个好事 看看以后买花 老板能不能给打个折 周童暗道 完了 老太太不明所以 一边不吝赞美地夸赞着花店老板 有多好看 一边说着她跟江东有多配 沈娇怀疑她接下来要冒出一句中文 天作之河 周童听着老太太的话 看着沈娇的像 觉得再这么聊下去 可能又要搬家了 好不容易安生两年 陆正安的花也种得正好 她不是为了江东着想 而是为了自己着想 出声对沈娇说了句 要不你们先聊 我去买花图 老太太听言 很快说 你们有事快去吧 改天见 老太太抱着一束玫瑰花 走了 她老公去世十几年 听说生前每天都会买花给她 玫瑰是什么 是爱情 江东买了玫瑰 压根谁有爱情了 走在街上 沈娇面色无异 还给周童买了根甜筒 周童吃在嘴里 只觉得心里巴亮 要不怎么说 人要是倒霉 喝西北风都能枪废 沈娇和周童 正常路线去买花图 一拐弯 撞上了迎面而来的金发美女 她不光是异国血统 是个混血 还是混得特别漂亮的那种 身材高挑而丰满 脸就巴掌那么大 五官精致 随随便便一条长裙 都能让她穿得像大袖上的模特 三个人六目相对 女人瞪了瞪她那双深邃的蓝眼睛 随即笑着打招呼 沈娇微笑着回应 今天没开店吗 我还准备过去买花的 女老板回道 不好意思呀 我刚刚关了门 晚上约了人 没事 约会最重要 三人别过 沈娇和周童顺利买的花土和花肥 沈娇和额外的多买了些种子 周童不知道她这一做法 是不是在暗示 不会搬家 回到家里 沈娇帮陆正安忙活一会儿 陆正安让她回楼上休息 沈娇说 那我进去洗菜 看着她走远 陆正安才小声问周童 怎么样 周童低头弄花 头不抬眼不睁地说 还完了 陆正安拿着喷壶立在一旁 不用问也知道 这个她是男她 两人在屋外聊 沈娇一个人在厨房里面准备菜 四年了 她依旧做饭难吃 但盛在会打下手 不知道江东回来了没有 花店老板突然关门有约 老太太说 她邀请江东去看电影 没有这么凑巧的事吧 但她买玫瑰怎么说呢 难道没买 只是老太太觉得她会买 沈娇走神 忘记自己再洗香菜 把香菜梗上的叶子全豪秃了 小镇虽然人口不多 但占地面积不小 江东跟花店女老板 选了处偏僻的餐厅吃饭 这里等同于小镇最边境 附近除了这家餐厅 就只有几百米外的一家小旅馆了 入眼的全部是生面孔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各自盘中都有一块牛排 女人举止优雅 用英语说着她小时候在法国的经历 后来又是怎么辗转几个国家 最终落户这里 江东绅士的当个很好的倾听者 女人说完 深邃的毛色注视着她 问 你呢 你为什么来这里 江东勾起唇角 你邀请我了呀 女人也笑了 我不是说来这儿吃饭 你的家在那么远的地方 为什么来这里生活 江东表情不变 依旧是那副游刃有鱼 有插科打混的样子 可能这里有我一定要来的原因吧 是因为什么 江东不置可否 女人玩耳 你跟我见面 不会被她知道吧 我今天下午关门之后 碰到她跟周来镇上买东西 谁知道呢 你好像并不在意她知道 我从来不为没发生的事烦恼 女人脸上笑容变大 举起酒杯跟江东碰杯 两人各自喝了口酒 江东反问 你呢 你不介意 只能来最偏僻的餐厅吃饭 我只建议跟谁在一起吃饭 江东笑了 从餐厅出来 两人走在一起 女人问 今晚可以不回去吗 江东没有回答 两人去了百米外 文艺的一家小旅馆 房门关上的刹那 女人点起脚尖 想吻江东的唇 江东抬手捂着她的嘴 顺势把人往前一推 女人抵在门板上 抬眸 风情万种地望着她 江东缓缓地低下头 唇来到女人的耳边 缓缓说 嘘 别出声 她说的是中文 没有去看女人的脸色 污渍的 这家店里都是我的人 我保证你的人进不来 但你肯定可以从这出去 区别是活着 还是抬着 女人的嘴被江东捂住 她没用力 会让人误以为 是临江西域的力道 哪怕她吐在女人耳边的呼吸 都是温热的 若不是她说了中文 而且这个女人听得懂 眼下的画面 一定是以你万分 短暂沉默 女人用英文问 你在说什么 她还维持着暧昧的腔调 江东用中文回 你是谁的人 女人仍是英文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江东对着她的耳边说 某客家三个月前 新来的店员比里 花店对面上个月 新开的甜品店老板 还要常去西街那家玩具店 收拾给儿子买玩具 其实根本没有孩子的农场主 他搬到距离我 附近不到三百米的地方了 你应该是这群人里 嘴沉得住气的一个 我以为总会有个人 耐不住寂寞 你们还真是叫人失望啊 或者该说你背后的人 一点大事都做不成 女人一动不动的贴在门板上 两人距离很近 耳并交接 然后是谁看到 都是调情的画面 可谁的体温正在飞速下降 谁心里知道 第1032期 江东附在女人耳边的动作不变 依旧是轻声细语的 带着蛊惑 你不用紧张 不用想怎么才能全身而退 退是退不了了 我既然已经发现了 你不给我我想要的 我只能把你当作废棋处理 你们本来就不属于这儿 突然来突然消失 没头没尾 没人会在意 包括你背后的人 也不会在意 你主子要真敢把我怎么样 就不会暗戳戳派这么多人 来监视我和沈娇 说着 江东忽然抬起手 女人控制不住的汗毛竖起 本就是白人 脸色看不出发白 只能说难看 江东却只是摸了摸他的头 腻着他 温生的 好了 我要把我的底线亮给你看 到你该选择的时候了 女人一扎不扎的看着江东 蓝色的瞳孔中 不再是迷情 而是恐惧 江东等了一下会儿 便开口 你这样拖时间我很为难 这个镇上有多少眼线 你心里清楚 你盯着我 我盯着你 指不定现在 谁在盯着我们俩 我要是不快点解决 万一叫人误会 我跟你之间真的有什么 如果沈娇不开心 他看到你就心烦 我就是想保你 都保不住啊 说 谁派你来的 前一句话刚落 江东立刻便利 俊梅的面孔上一片冷漠 原本好看的桃花眼 像是蛇的瞳孔 无声地对人吐着信子 两分钟后 房门打开 江东一个人从房里面走出来 正准备上车 从吉普车的侧方 闪出一道人影 江东美心一聪 聪着梅 慢慢拍摄 你吓死我了 站在白色吉普车旁的人 是周同 他面无表情地盯着江东 说了句 五分四十二秒 这时间不在你预料之中 周同不出声 目不转睛 江东被他盯得调眉 你别拐弯磨脚的骂人 照你这想法 我进去三十秒也是错 周同面不改色 嘴唇一动 他是哪头的 江东掏出车钥匙 上车 你喝酒了 江东忘了这茬 手一扬 周同在半空中抓住了车钥匙 两人换了个位置 周同开车 江东坐副驾 回程路上 江东说 他说是照下派来的 你确定 我怎么知道 他说的是真是假 最近半年拔了六个 说谁的都有 整个一夜城分阵 周同沉默了半哨 突然说 在哪不能问 江东侧过头 你什么意思啊 周同这几年 也跟从前不一样了 要么不说话 要么说话噎死人 他回 女间妻为了保命 主动献身 你打着问话旗号 顺水推舟 五分四十二秒 也不是做不到 江东就差把安全带揭开 把身体全都拧过去 他最大限度的侧身 对着周同 眉头紧簇 听你这话 我都不知道该感谢你 把我当个男人 还是骂你 不把我当个男人 往我还特意选在 都是你们家 眼线开的餐厅里 怎么着 合着我故意带人 去你那里 招摇过世的呀 欲盖弥彰也很正常 周同眼睛都没斜一下 江东气得发笑 好扮上才说 你 你 你这辈子是 别想嫁上去了 只有你在想这件事 江东无语 出国四年 本以为 不用再见到秦湛和 闽江西这种讨厌的 没想到 周同从以前的不说话 渐渐的进化为了现在的这种 一开口就对他废管子 早知道就该把他给毒哑了 两人话不投机 一路沉默 周同开车 先经过自家门口 眼看着他没有要停车的意思 江东忍不住出声 哎 去哪啊 回你自己家 他睡了吗 周同没有吭声 两家总共就隔着一两百米的距离 周同一脚油门 到了 两人先下车 周同把车钥匙扔给了江东 转身就走 江东也不说话 调通往别墅门口去 别看两个人谁也不搭理谁 其实心知肚明 今天这事 或者说最近江东走往外跑 不是空穴来风 周同也只是嘴上对一对 如果不信他 还开车带他回来 早开车带着他去投河了 周同回到家 动作轻缓的开了门 夜里十一点多 客厅一片黑暗 可周同第一时间察觉 黑暗中有人 他事先落在楼梯口中 身上气息很快从警惕过于平缓 神焦的声音传来 你去哪了 周同知道 神焦肯定没睡着 也肯定听到过车声 听顿片刻 出声会 找江东 找他干嘛 盯着他 看他有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以后别盯着他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花店老板是夜城派来的 神焦第一反应就是 江东有没有事 转念一想 周同都去了 想必是没事 他声音冷静 很晚了 去睡吧 两人各自回房 神焦拿着手机 看着通话记录 他跟江东的通话 显示还停留在二十天前 那天 他跟陆正安和周同 起了个大早 准确来说 天都没亮就开车出门了 他们要去附近的一个湖钓鱼 开车都要两三个小时 只能早点出发 江东每天都来他家晃悠 许是一来就看到家里没人 车也没载 这种情况 在最近一两年里面 都鲜少发生 他给他打电话 开口就没好气 你在哪儿 干嘛 江东还是那句话 男演气急败坏 我问你在哪儿 我们出来钓鱼 还得跟你抱配声 你好什么好 他能听到江东 在喘粗气 类似于呼吸 不多时问 在哪儿 沈娇怎么会不知道 江东为什么发脾气 他怕他又一声不吭地搬了家 他说好的 他不打电话骚扰他 作为交换 他也不能一声不响地消失 他怕得说话不算数 那天 江东还是赶过去了 导致整个钓鱼体验糟糕无比 他一个劲地叨叨 陆正安和周童嫌烦 提着折叠椅 去了几十米开外的地方 只剩沈娇一个人 耳根子受罪 回家的时候 陆正安和周童 一人拎着一桶鱼 只有他跟江东 拎了两个空桶 这两年习惯了 睁眼睛就能看到 所以电话也不用打了 沈娇看着屏幕上 江东的字样 想跟他说点什么 又忘记了怎么主动 他在床上 久久不能合眼 许是心诚则离 手机响了一声 江东给他发了条消息 睡了吗 沈娇盯了一会儿 不给自己迟疑的机会 直接把电话打过去 江东秒接 你还没睡 沈娇开门见山 听小童说 那个花店老板 也是夜城派来的 江东生意明显失落 你给我打电话 就想跟我聊这个呀 沈娇嘴比脑子快 不然呢 我以为你想我了呢 想的美都到嘴边了 沈娇侃侃忍住 他派了解江东的性格 他要实话实说 他就敢剑颇下驴 然后就是没完没了 沈娇不说话 江东等了片刻 主动说 不用担心 解决了 我没什么好担心的 他们又不是想要我的命 那些人只想知道 他身上的秘密 邝振州生前 留给他的天大秘密 江东云淡风轻 铃子再多 又拔干净的那天 不接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就是你 一直待在我身边 才惹得夜城那帮人 以为我身上 很有可图的东西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明确知道 这句话很伤人 他做好承受代价的准备了 然而 江东那边不急不恼 甚至还有几分莫名的得意 你用不着说这句话 赶我走 我早就告诉过你 我这辈子缠定你了 你走那我跟哪 是你拖累我 还是我拖累你 都无所谓 你 人命吧 沈娇一下就被江东 戳到了气口 你是闲着没事做吗 你有家人有朋友 和我抛家企业 飘洋过海的陪我在这儿好 你有多少个四年能耗 他已经躲到了国外了 可夜城的人 从没想过放过他 江东这几年 为他做了太多 他不知道夜城那帮人 会不会误以为 江东想要吃毒食 也不晓得 有没有人会直接 恼羞成怒 先把江东给拔了 每一次江东 都说没事 可他怕 很怕 江东只言问 你在干净我吗 沈娇哑口无言 半场才说 江东 你放我一马行不行 我也放过你 我真的不生你的气 以前的事就算了 他声音温和 啃球之意非常明显 江东也一样 哄球的口味说 不行 怎么能说算就算呀 沈娇说不出是气还是魔 当即挂断了电话 眼泪在第一时间 涌上了眼眶 心焦 江东没有把电话打过来 也没有发消息 黑暗中 沈娇抹着眼泪 按说 都这么多年了 他还是这么没出息 前后也就六七分钟的样子 江东的电话重新打过来 沈娇憋气 挂断 江东发了条消息给他 我在你家门口 沈娇一激励 赶紧翻身下床 偷偷摸摸地来到了窗边 透过窗帘边沿往下看 院子里有一盏灯 周边都能照亮 但他也没看到江东的身影 压耍他玩的吧 第1033集 正想着 窗户玻璃上忽然冒出了一片黑影 沈娇吓得尖叫铃声 连连后退 险些被地毯扮个跟头 他在屋内狼狈不堪 窗帘外的黑影晃动 像是一个人 果不其然 下一秒 敲窗的声音响起 沈娇已然猜出是谁 他带着怒气 一把掀开窗帘 入眼的 却不止是江东 还有他手里握着的 一大棚玫瑰 怎么说呢 沈娇也不是没见过玫瑰 只不过玫瑰在江东手里 江东在他眼前 夜半三更 他爬上二楼窗台 整个画面瞬间让他怒火全消 两个人隔着玻璃 江东冲他做口型 鬼鬼祟祟示意他开窗 沈娇把窗户打开 江东第一时间想 把花递进来 沈娇假意不爽 绷着连道 拿走 江东二话没说 仰手就把花从二楼扔了下去 沈娇心头咯噔了一下 真是后悔都来不及了 江东却全然无影 抬腿就要从窗户进来 沈娇后知后觉 伸手去拦 你干什么 噓 你把他们吵醒了 沈娇心说 他刚刚尖叫 都这么半天了 陆正安没听到也就罢了 周童也没过来 肯定是知道江东来了 江东当然也知道 他刚刚往上爬的时候 周童就在窗户底下看着他 像个鬼似的 不过算周童懂事 没有跑过来掺和 两个人皆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江东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儿 愣是从窗边踩着沈娇的书桌 跳进了房里 沈娇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让他进来 可能只是想亲眼 确定他一点伤都没受吧 窗帘随着江东落地的动作 重新吹响 挡住从院里面照进来的微弱光亮 两人在昏暗中 隔着一米多远的距离站着 沈娇低声问 你跑过来干嘛 江东理所当然 你又不接我电话 沈娇哽了一瞬 有什么事不能明天说 明天有明天的话要说 明天说今天的 后天说明天的 总要晚一点 你这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懒了 沈娇一刻迟疑都没有 你大晚上跑过来 就是为了跟我抬杠 那倒不是 江东站在原地 沈娇看得清他的头在那 却看不清他脸上的五官和表情 只听得熟悉的声音说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沈娇心底软得发疼 强装镇定 看完了吧 赶紧走 江东突然朝他伸出手 沈娇下意识地往后退 这一次没有上一次走运 依旧是地毯边 依旧卡在后脚处 他失重地往后栽 江东救得来不及 沈娇胳膊肘撞到了床尾 恰好磕到麻尖上了 瞬间他哭都找不到调 江东握着沈娇的手臂 他刚才听到砰的一声响 磕哪了 沈娇有气没处撒 照着江东的胸口就是一拳 江东始料不及 宫被闷哼了一声 沈娇要抽手 江东这样都没松开 只是问 磕哪了 我给你揉揉 疼痛逐渐减轻 沈娇的脾气也从盛怒 逐渐恢复到了理智 爱着半休半夜 他没大发雷霆 只能憋着声音道 你烦不烦啊 我烦我烦我烦啊 我可烦死了 江东又红又敷衍 对沈娇的胳膊吹气 沈娇被他越吹越糟 关键手臂抽不出来 他压低声音问 你到底干嘛 哦 被你这么一闹 我都忘了要来干嘛了 回去赖我呗 赖我赖我 江东 你不要惹我 嗯嗯嗯 不惹你 沈娇忍无可忍 抬手就打 想他好好地在家 被人堵在房间里 受了场无望之灾 到头来 还是他闹的 沈娇向来脾气不好 只不过从前没人惹他 只有江东挨过他的揍 他气急了 一顿小碎拳 又急又密 而且不是闹着玩的 针下狠手 江东刚开始单手去扛 后来忍不住 另一只手也来扛 他好像忘记了 他另一只手 拉着沈娇的一只手 如今好吗 他两只手挡 沈娇两只手打 江东被沈娇打得 是满屋子乱跑 沈娇也是火被点招 今晚试试要给他一点 颜色看看 追着他打 屋子里毕竟黑 江东老马 已有失前提的时候 窜着窜着 突然扑通一声 沈娇只觉得 眼前人瞬间倒下 他来不及刹车 脚贴到江东哪里 人往前扑 地上江东张开双臂 抱了个满怀 沈娇只听得身下人 哼了一声 他摔在他身上 都有些疼 更何况 他摔在地板上了 江东身上还有旧伤 每年一到季节 就开始咳嗽 沈娇怕压着江东 撑身要起来 江东手一紧 不得沈娇开口 他扣着他的后脑 往下一压 沈娇忽然被人咬了一口 江东来势汹汹 不容智慧 沈娇吓了一跳 本能地反抗 但他越挣扎 江东潜得越紧 许是嫌他不老实 干脆带着人一个翻身 两人瞬间换了个位置 江东抓起沈娇的两只手 抬到头顶 用一只手按着 黑暗中 沈娇瞪眼 江东 你敢 江东用另一只手 捏着沈娇的脸 不轻不重 正好让他的嘴唇张开 像一条鸡鱼 然后他一声不吭 用实际行动向他表示 他敢 这会儿 沈娇已经分不清 是气还是慌 他总记得 江东缠了他四年 这四年里如影随形 亲近 却不轻易 搞得他都快忘记 他的本性了 原本在国内的时候 他就像现在这样 魂不立 就没什么是他 不敢做的事 沈娇不敢喊 唇被站着 他甚至不敢用身体上 扭曲来反抗 怕惹毛了这个混蛋 两人就这样 跌在地板上 到底等江东 稳够了 自己停下来 沈娇憋着一口气 不出声 也不让他听到他呼吸上的紊乱 但江东是个混蛋 他身体往下一窜 在沈娇的紧张下 把脸贴在了他左边的胸口 慢慢拍 低声道 你心跳好快啊 江东你大眼 江东轻小出声 像是惹毛塔被他骂 是他今天晚上的终极目标 他做到了 得逞了 什么叫做剑坡下驴 当沈娇发现江东一动不动地躺在他心口窝上 五秒 十秒 半分钟 他对着黑暗翻了个白眼 声音不便息怒 你打算在我这儿躺到过年吗 江东竟是没有挑衅他 反而难得一本正经 声音低沉的会 听到你的心跳声 让我很有安全感 沈娇的心里不是滋味 嘴上又不想承认 冷淡的会 我没有安全感 江东突然松开 牵着他的手腕的手 沈娇出声警告 起来 出去 江东的脸 在沈娇心口处蹭了蹭 给我点时间 沈娇心脚痛 这毛病是认识江东之后才发现的 生生被他给气出来的 沈娇被江东气坏 不光是心脏 还有称大的肚量 他问 多久 话一出 沈娇自己都觉得离谱 后反被子行吗 沈娇忠实把之前没翻完的白眼 彻底翻了出来 险些发笑 你非要逼我喊小童 你 还爱我吗 房间里静谧无声 两百米内就这一栋房子 大家都不讲话 静得只剩下心跳声 江东听到沈娇的心跳 明显比之前更快了 沈娇不回答 江东无字说 我爱你就醒了 沈娇一动不动的躺在地毯上 江东挺沉的 压得他呼吸只能喘一半 他觉得他好烦 说他烦是真心话 可他也有不敢说出口的真心话 记忌的深夜 很久才听到沈娇的声音 以前的事 我没经历 也没有能力去计较了 你不欠我什么 四年够久了 江东知道他想说什么 他低声道 如果四年 还不能让你知道 我飘洋过海 抛家企业的真实原因 往后有多少个四年 我就陪你耗多少个四年 耗到你临终闭眼睛的那刻 耗到你完完全全 相信的那刻 沈娇眼眶滚热 他声音波澜不清 你凭什么觉得 我要跟你耗一辈子 江东不假思索的回 你以为我这四年 只拔了那些眼线吗 我不允许你的视线里 出现比我还好看的男人 沈娇一个没忍住 吃了一声 江东一本正经的说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但你不能喜欢别人 我要是喜欢了呢 那你不是喜欢他 你是恨他 沈娇气得牙根痒 却深知江东真的会这么做 他什么混账事情干不出来 欺负他都是一个顶俩 更何况是外人了 这几年他不止一次偷听到周同 跟陆正安商量 怎么一不做二不休 就差想跟江东同归于尽了 江东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变的 能让敌人和同伙都讨厌 沈娇暂时走神 江东已是和上眼 他真的有些困了 沈娇身上温温的 软软的 他用耳听到他的心跳 手臂本能的拢紧他的腰 沈娇健壮 你能不能走了 五分钟 沈娇见鬼 真的等了他不知五分钟 等到的却是江东 愈发沉稳的呼吸声 他知道他演技精湛 知道他言而无信 知道他无理不贪黑 也知道他对他好 平方在身侧的手指动了动 沈娇缓缓地抬起手臂 手掌轻轻地 附在江东的头上 他趴在他心口处 睡潮了 之前江东说话的时候 沈娇也只是一瞬间的眼眶发烫 可是这会儿 他却浓浓的鼻酸 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 这几年他想了特别多 爱的 恨的 好的 坏的 最后 全都归结于一点 好像人这一生 唯一不能避免的 就是犯错 大错 小错 各是各样的错 有人说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也有人说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有些错 压根就用不着人来犯 他从出生开始就带着错 当他被一群人 视为眼中钉时 身边除了周同和陆正安 只有江东 他宁可与正义为敌 也要证明他的存在 没有错 他爱过他 也恨过他 他骗过他 如今 也同样爱着他 沈娇闭上眼睛 眼泪掉下来的时候 有些痒 他却舍不得把手 从江东的头上移开 就这样吧 就当自己也睡着了吧 不知过了多久 沈娇真的睡熟了 已经睡着快一个小时的江东 睁开眼睛 眼底全无睡意 沈娇没有叫醒他 几乎是他意料之中的事 他从来都是嘴狠心软 从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从来都觉得他是弱者 需要被保护 会暗中 江东准确无误地摸到沈娇的手 跟他食指相控 沈娇睡着了 没有力气 江东主动握紧 重新闭上眼睛 眼底一片滚热 沈娇做了个梦 梦里场景特别珍视 那是他离开深城的最后一晚 他跟江东并排躺在床上 他莫名地喘不上气 感觉胸口窒息 周围都是江东放大的呼吸声 梦里他知道江东骗他 可他还是这么做了 不为别的 只想以后老死不相往来的后半生里 江东时不时地会想起这一幕 这样他也算是他的念念不忘了 场景一转 沈娇去了机场 他要走了 江东赶来找他 不让他回夜城 那么多人护着他 可那一枪 还是打在了江东的身上 原来这一枪该是他挨的 可江东抱得他那么紧 紧到他挣都挣不开 江东 江东 沈娇哭着喊着 不是歇斯底里 唯有绝望恐惧 小五 小五 醒醒 眼前的画面逐渐模糊 沈娇以为自己哭得看不见人了 知道耳边声音越发的清晰 小五 没事没事 我在呢 沈娇透过湿润的睫毛 看着近在咫尺的面孔 江东一眨不眨地逆着他 眼底又担心 和心疼 沈娇跟他目光相对 忽然伸出手臂抱住他的脖壳 嚎啕大哭 江东抱着沈娇 顺着他的背 嘴里不停地念着 没事没事了 是不是做了个梦啊 沈娇不听 用尽全力抱着江东 房门被人一把推开 闻声而来的周童 站在门口 死死地盯着声音来源出 床上 江东跟沈娇抱在一起 沈娇一震了 江东正抱着他安慰 其间眼皮一心 跟周童目光相对 前台此时 你看什么看 这是你该来的场合吗 周童跟光着膀子的江东对视片刻 转身关门 沈娇最起码已经有半年 没有做这样的梦了 梦过那么多次 他以为自己早就免疫了 可事实上 他永远过不去这枪的坎 用力抱着身前人 沈娇的泪顺着江东的肩膀滑落 温热 叫人心疼 江东抱着沈娇 一直低声安慰 过了许久 沈娇才逐渐平静下来 湿润的睫毛一垂 看到的就是某人冷白光滑的波梗 啄气声彻底消失 沈娇推开身前的阻碍 江东垂目逆着他 语气依旧温柔 好点了吗 沈娇红眼盯着江东 一闸不闸 一言不发 江东抬手要帮他擦眼泪 沈娇挡开他的手腕 五分钟 嗯 沈娇看着他一半盖着被子 一半落在外面的身体 并不愤怒 只是无语 你是不是把这儿到你家了 我昨晚太困了 门都找不到 你本来也不是从门进来的 我喝了酒 你不怕我爬窗户掉下去摔死呀 上来的时候你怎么不怕呢 上来的时候我不困呀 沈娇愿是尖刻 江东愿是真诚 两人几轮下来 沈娇很快就被他搞得烦躁 拉着铃说 江东 江东把食指贴在唇上 嘘 别一大早就吵架 让人看笑话 你梦见什么了 一直在叫我名字 沈娇心里正难受呢 江东紧接着又来了句 哭着喊着让我别走 梦见 我不要你了 沈娇怒目盯着江东 江东马上嬉皮笑脸 梦都是反的 只能是我哭着喊着 让你别不要我 沈娇昨晚莫名睡得很沉 但也不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半夜不知道几点钟 他被热行了 迷迷糊糊的 好像被人拥在怀里 其实他知道是江东 可能是太困了 他懒得睁眼跟他吵 以前两个人 更亲密的事都做过 更何况 只是躺在一起睡一晚上 沈娇也不想矫情 已经发生的事情 淡定的说 睡醒了赶紧走 江东斜靠在床头 撇他 不好吧 好歹也是睡过的关系 睡醒就走 算怎么回事啊 你想给我钱 还是想从我这赚掉钱 看你 我都行 沈娇做了个张嘴的动作 声音还没等发出呢 江东快一步捂住他的嘴 鬼鬼祟祟 又十分警惕地说 叫外缘就没意思了 沈娇拨开江东的手 不想让我喊小童 你知自己哪来的 往哪走 江东往下一退 躺在枕头上 侧身面对沈娇 这枚面孔上笑意盈盈 小五 我们谈恋爱吧 沈娇原本平躺着 文言缓缓侧头看向江东 五秒后面无表情地说 你有病 江东的眼睛含亮 我不想直接结婚 我们先谈恋爱吧 沈娇心底惊涛骇浪 面上却波澜不惊 你要没睡醒 就回去重睡 就这么定了 我追你 然后谈恋爱 再结婚 他十分高兴的模样 沈娇却说不出是惊还是乱 慌乱中 开口说 你想谈恋爱 想结婚 没有人拦着你 随便你跟谁 也来骚扰我 江东望着他 眼睛很亮很亮 一瞬间 沈娇甚至觉得 江东眼里泛起了水雾 他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喘 他从来没有见过江东掉眼泪 然而只是一睡 快到沈娇觉得 可能是他眼花了 江东唇角越扬越高 冲着他说道 可我只想缠着你 沈娇被他磨得心里焦脆 很没出息的一句话 你放过我行不行 我放过你 谁放过我呀 谁逼你了 你呀 谁让你那么喜欢我 谁让你把我放在第一位 谁让你傻得我做什么 你都相信 谁让你做梦还喊着我的名字 要怪就怪你自己 江东这番话彻底把沈娇给说沉默了 他说的都是事实 怪他自己 两个人谈的是恋爱话题 可哪怕在床上 气氛也没有丝毫的疑你 正得像是两方交涉 不光条件谈不拢 眼瞧着还要有火拼的趋势 江东灌回见好就收 不等沈娇做任何的反应 他被子一心翻身而起 背对着沈娇说 给你点时间一个人静静 我先走了 他当着沈娇的面穿衣服 穿裤子 然后大大方方的踩着他的桌子 打开窗户 跳到二楼阳台 又从阳台上一远而下 阳台到地面将近四米高 沈娇第一反应 老胳膊老腿的别再摔断了 他很想去窗边看看 又怕被江东发现了 耳听着楼下没有鬼哭狼嚎声 应该是没摔着 光是担心他摔没摔着 沈娇就是提心吊胆了一分钟 等反应过来时 气得之皱眉 江东这个混蛋 几年前就是混蛋 现在是个老混蛋 他算是知道那句话的真定 越活越完蛋 说的就是江东 整天除了让他气急败坏 就会让他担惊受怕 他都怀疑 自己有没有什么隐性疾病 为什么会喜欢混蛋呢 如今混蛋变老了 他的毅力也变少了 沈娇竟真的在思考江东的话 他想跟他谈恋爱 一个人的房间里 沈娇侧身 抬手搂过江东 整过的枕头 把脸贴上去 想要闻到他身上的味道 努力回忆昨晚 他抱着他的感觉 思考 为什么过了这么久 他依然爱他 他坏 他爱他 他好 他还是爱他 沈娇闭上了眼睛 周童跟陆正安 在楼下吃早餐 两人默默无语量碗粥 昨晚不光周童 眼睁睁地 看着江东爬窗户 后来陆正安 也听到楼上有动静 两人皆是心照不宣 自然不是跟江东 处出了革命友情 只是觉得沈娇太可怜了 明明喜欢 却不敢靠近 沈娇是不会主动的 所以只能把希望 寄托在了一罐厚脸皮的某人身上 希望这一次 某人能成功吧 正想着 房门被人敲响 周童过去开门 门一开 一张经久不厌的精致脸庞 出现在了眼前 江东换了身衣服就过来了 开口礼貌地问 请问沈娇在家吗 第1035期 沈娇还跟床上躺着 听到敲门声 以为是周童 随口说了句 可以进 房门被人推开 沈娇也没有转身 脑子里都是别的事 察觉到不对 是在四五秒后 周童怎么不出声 他转过头 江东已经来到了床边 他瞳孔一缩 从躺着变成了坐着 醋没道 你怎么来的 江东坐在床边 走正门来的 两人面面相对 沈娇不知从何说起 江东倒是轻车熟路的样子 欢迎吧 我带你出去吃饭 九点多了 我饿了 沈娇一动不动 不想出去 那就在家吃 去我那儿 我给你煮啊 沈娇还是一动不动 不想走 我抱你过去 话音落下 他对沈娇伸出手 沈娇立马避开 目光狐疑又警惕 江东 你有哪根基美大队啊 昨天你提醒我了 以前我总觉得 我的人生里 还有好多个四年 我有的是时间陪你耗 但谁知道 下一个四年 和下一个意外 哪个先来 有些事 还是得提前做好打算 这样就算我有什么意外 也还有一段甜甜的恋爱 多好啊 沈娇的脸色彻底沉下去了 盯着江东问 你怎么了 没怎么呀 我就是打个比方而已 说实话 这就是实话 你不说实话 我不会答应你 我说实话 你就答应 沈娇目不转睛 沉默 江东也安静了好一会儿 二后开口 哥这以前 我肯定把你骗得找不到北 现在可不敢 我没事 不仅没事也没病 精神和身体双重健康 只是很害怕 不知道能陪你多久 沈娇心里慌 尽量面色无意的问 你要回国 我回去干什么呀 大家日子都过得好好的 谁也不缺我 沈娇心口一疼 他知道江月亭再婚 又生了个女儿 江东提到江月亭 说的都是人家一家三口 他从来没把自己 定入到别人的生活里 哪怕那人跟他 有最直接的血缘关系 江东就这样 要么都是自己的 要么干脆不要 一大早跑来跟他说这些 沈娇不慌才怪 他不信江东 沉默片刻 你先出去 我在下面等你 江东出门 沈娇很快下床收拾了一下 带他换好衣服下楼时 发现客厅沙发上 只有江东一个人 他也是实在好奇 才问了句 安叔和小彤吗 姥姥出去遛狗 那个没看见 江东跟周彤 打从第一眼见面就不对付 近几年也是随着各种事情 关系时好时坏 听江东称呼周彤为那个 神娇大胆猜测 肯定是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周彤又把江东给得罪了 想好吃什么吗 沈娇拿起玄关处的车钥匙 就这啥 他平时很少开车 江东说 我开 我会开车 行 以后我们出去 都你开 沈娇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 他只是敷衍他 还是哄他 坐进车里 江东开始一个劲地叨叨 一会儿问他吃什么 一会儿问吃完了去干什么 沈娇心烦气躁 你能不能消停会儿 我没有办法开车了 我可以边说边看 沈娇暗自调节呼吸 把油门踩得更深了 事实证明 唯有不稳的车计和提高的车速 才能让某人有所忌惮 江东倒不怕自己出事 只怕沈娇出事 想想还是少说两句吧 十几分钟后 车子停在了镇上 唯一一家综合医院门口 江东狐疑地左右看了看 不确定地问 你想吃什么 沈娇熄火下车 江东跟下来 他看着他道 去做检查 江东原地不动 沈娇不便喜怒地说 不用说你没病 我不信你 他直信检查结果 十分钟后 江东坐在了检验科 面前是他被抽完的 十几瓶试管的血 医生又递给他一个透明的小凉杯 让他去洗手间接尿 江东沉默不是因为疼 而是明白了一个道理 什么叫做自作孽不可活 早知道一番表白的下场是这个 他就该仔细地琢磨琢磨 这话到底该怎么说 冲完了血 咽完了尿 江东又被护士拉去CT室拍片子 他很听话 跟个被家长带过来的大孩子 不作不闹 全程配合 沈娇一边陪他做检查 一边查看着先前出来的检查结果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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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东进去拍脑部CT 护士跟沈娇在外面等他 护士说 不用担心的 都是正常的 等一下你的未婚夫出来 我带着你们去做婚前检查 他主动要求做的 护士意料之中的点头 你的未婚夫很好 对你很负责任 沈娇唯唯一笑 想做是吧 他成全他 江东就这样 从一个科室出来 马上又被带到了下一个科室 沈娇给他定的是最全的身体检查 江东有种 拿了游乐场通票的及时感 看到哪个项目 不用问好不好玩 玩就是了 一圈检查下来 不排队 也花了一上午的时间 医生很负责任的告诉沈娇 一切正常 尤其是婚前检查 男方非常正常 建议女方也查一下 谢谢 麻烦了 从医院出来 已经是下午了 江东说 抽血还不给饭吃 你要再这么折磨我 好人都让你折腾出病来 两人坐进车里 车门关上 沈娇才说 你有没有事瞒着我 我还没吃够教训吗 没事为什么突然提意外 其实他原本想说 没事为什么突然提 不能陪他一辈子 江东深吸的口气 想起这事就来气 早知道我这么说的代价 是被你拉到医院 验血 验精 验尿 他话尾说完 沈娇歇眼看过去 你就不提了 江东看着沈娇 表情突然认真 几秒后道 我只想让你知道 我不是心里有愧 才来陪着你 我是喜欢你 才觉得心里有愧 喜欢你 才想着陪着你 但我又不是什么圣人 别说圣人 当个好人都费劲 我每天都想亲你抱你 睡在你身边 我自己忍不住 比起装心无杂念 被你发现 目的不纯 还不如直接告诉你 省得你转身 又说我骗你 车内似一样的安静 半晌 沈娇开口 你是在埋怨我吗 我可不敢 你只是不敢 不是没想 你要郁家吃醉 那我也没有办法 沈娇被他阴阳怪气到了 别家都是女的气男的 怎么到他这就反过来了 他分分钟都在克制 向动手的冲动 江东还火上浇油 想打我吧 别忍着 来让你家抱 他窄窄的把身体送上去 沈娇来者不拒 钻拳 照他胸口就是一下 江东本想掩个疼 结果吸气的时候 一不小心呛到了 嗓子一痒 变成了真咳 连续咳了两声 冷白的皮肤迅速变红了 要说江东有什么毛病 是检查不出来的 那就是前几年的 那一腔没养好 落下了饼干了 但凡别咳 一旦咳嗽就容易停不下来 江东原来很喜欢在沈娇面前装病的 现在最讨厌的就是被他看到发病 江东最快速度避开脸 推开车门往下跨 沈娇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吓了一跳 赶忙跟上去 江东绕到车后 偏见沈娇出来 强忍着说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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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鼻过脸 沈娇急不上前 肉眼可见的慌张和心疼 脑不舒服 赶紧去医院 江东摆了摆手 几秒后低声的 没事 刚才呛了一下 沈娇看到他咳红的脸 还有微湿的眼睛 眼眶瞬间就红了 江东见状挑眉红的 哎 哭什么呀 我咳做两声也死不了 不说还好 话音落下 沈娇突然转身 江东绕过去要看他的脸 沈娇扭着身体不让他看 江东一手握着他的胳膊 另一手擦掉他脸上的泪 无奈又温柔地说 哎 行不行了 我逗你的 都是装的 是真是假 沈娇看得出来 江东越是这样说 他越是弯心弯肺的 一声不吭 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 江东心疼坏了 也不管沈娇乐不乐意 强硬地把人往怀里按 沈娇用力推 江东闻思不动 别跟我倔 你又倔不过我 沈娇心里说不上 是气多还是疼多 无可奈何 此刻他特别能理解 小孩子发脾气 为什么会选择原地 躺下撒泼 他现在就像这样 实在是无忌可施了 江东声音平静 不紧不慢地说 说了不是你 就不是你 我想装疼 一口气没倒腾上来 自个儿给自个儿呛着了 你要有一拳 把我打成这样的本事 那还了得 沈娇心里难受 如果不是当初落下病根 正常人又怎么会呛一下 就咳得停不下来 归根到底 还是因为他 脸贴在江东胸前 沈娇嘴里泛酸地叫道 江东 嗯 你就是个 彻头彻尾的混蛋 第1036集 得有多犯魂的人 才会打着 为兄弟两肋插刀的气号 去聊闲一个 送为谋面的女人 得有多犯魂的人 才会命都不顾地 为别人挡枪 如果死了呢 还说什么后半辈子 哪还有那么多个思念 沈娇睁眼流泪 江东应得毫不犹豫 别跟自己过不去 心安理得地承认 自己就是喜欢混蛋 主要混蛋 也喜欢你 不吃亏 沈娇缓缓地抬起手 江东以为他认命了 要抱他 沈娇的手 果然来到他的腰侧 却不是抱 而是用力一掐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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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东迅速踏离沈娇身边 歪着半天身子 事发突然 他喊出狼叫 沈娇淡定地 磨掉脸上的眼泪 定睛看着江东 说 你最好不要有事瞒着我 已经过了五六秒 江东腰间的肉 还在明显地刺痛 他呲牙咧嘴地 回噬着沈娇 哎呀 我现在就在心里骂你 坦白了 没瞒着你 两人站在医院门口 大眼瞪小眼 某一刻 沈娇突然从死胡同里 走了出来 这些年 他一直担心江东 跟他走得过境 会被某些人 当成眼中钉 和绊脚石 他拿自己护着他 更让人以为 他身上有力可图 更会叫人盯着他们 这是个走不出的死循环 他无时无刻 不在焦虑 江东的人事安全 可就在刚刚的 那么一瞬间 他看到嘶牙咧嘴 口中乌傲的人 他那么鲜活 死披赖脸地 站在他面前 如果那天他消失了 若他自己想走 他绝对不留 若是有人害他 他拼命替他报仇就是了 人生还能有 多少个四年呢 江东看着面前 一动不动 若有所思的人 不由地警惕打量 你又在瞎琢磨什么呀 不多时 沈娇开口 我饿了 你才知道饿呀 我都快饿死了 两个人把早餐 午餐 下午茶 并到一块吃 沈娇吃饱了 想回家 江东不回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还没玩够呢 平时也没有人 关着你 谁带你出来了 再说 就那么大个地方 两年了 还有哪是没去过的 沈娇 还真有没去过的地方 江东把他 带去了一个二楼 从外面看 就是一个普通住宅 结果房门一开 内有玄机 整个房间的墙面 不是深灰 就是挂着黑蓝色的布 造型诡异的蝙蝠灯 蝉蛇造型的藤椅 桌摆都是冒着烟的 圆形南瓜 穿着黑袍子的人 从远处走来 也不出声 只默默地给两个人 各发了一张 图腾复杂的卡 带人走后 江东压低声音说 你别一副 误入传销组织的表情 这里的塔罗牌占卜师 很出名 很多外地人 慕面来 沈娇瞄了一眼 几个房间门口 正在排队等候的人 更低的声音说 你看看这帮人 你是不是该交质上税了 满屋子的人 不是头发染成 五颜六色的眨眼青年 就是脖子脸上 带着大纹身的死亡朋克 虽然不能一貌取人吧 但是人以群分这个道理 沈娇还是相信的 国内算卦 国外占卜 国情不同 国内都是岁数大的 这边都是岁数小的 我们入乡随俗 沈娇掉头想走 江东一把将人拉住 哎哎哎 这边的规矩 近来不测 不能走 你想想被他们打 我一个人可打不过 一帮人 沈娇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敏感 他总觉得屋里的人 好像都在有意无意的 往他这边看 微张着唇板 沈娇嘴唇不动 声音发出 江东 我不用测都知道 你今天完了 江东真的每天 一个气死沈娇的骚操作 不是托人在哪里买花肥 回来就把陆正安 精心养的花 烧死了大半 就是送周童长假发 明是他像个女人样 沈娇明面上骂江东 私底下还是要替他善后的 安慰陆正安和周童 别跟江东一般见识 直到江东送他个礼物 他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只活生生的大青蛙 身子很大 都快要填满整个手掌了 他永远记得那个瞬间 头发竖起的滋味 青蛙没动 他窜得两米高 沈娇气得半个月 没带了江东 无论江东怎么解释 这是个很有诚意的礼物 是他自家池塘边上发现的 沈娇不在意 只想把他找人挖的 那个比湖还大的人工池塘 给填平了 这才消停几天 江东又把他领到这个地儿来 沈娇在房间里面 发现了很多 类似于哈里波特的元素 排着队 他咬着牙道 你觉得哈里波特会给人算惯吗 江东想也不想地回 唐僧都能替王吧 向如来问寿命 魔法就比佛法高级吗 沈娇被对得哑口无言 行 他行 沈娇日常反思 到底是江东有病 还是他有病 才会看上他 生气吗 活该 两人排了半天的队 进的不是一个房间 这感觉让沈娇更焦虑了 有江东在 他是傻瓜 没他在 显得他不聪明 叼着繁复图腾的 黑色大门被推开 沈娇走进去 房间内光线昏暗 电影场内 占卜师坐在黑色的林布后 只有声音传出 沈娇坐在左边扶手是蛇 右边扶手是蝉橱的椅子上 不好的回忆随之涌来 心里也忍不住 骂了江东 第一万零一次 他落座 占卜师带着四公分 黑色长指甲的手伸出来 在桌上摆了三张牌 让他选择 沈娇随便选了一张 占卜师说 此刻你的心中 最为在意的是爱情 有何 沈娇难免心底一动 是套路 还是有两把刷子 他没出声 占卜师又拿出了六张牌 让他选 沈娇点了点其中一张 占卜师的声音 慢慢的传来 你爱的人离你很近 就在你的身旁 但是你十分的有顾虑 不知道 该不该接受他 沈娇很想不懂声色 但这个占卜师 已经成功吸引了 他的注意力 占卜师让沈娇问一个问题 沈娇觉得 这个事特别中二 可却忍不住开口 我跟他在一起 会影响他的人身安全吗 占卜师发牌 看牌 一顿操作 搞得神娇如坐针针 最后听到对方说 不会 你跟他在一起 你们都会很安全的 我还能问起他的吗 你还能问三个问题 他是真的爱我吗 是 他现在有没有骗我 没有 未来三个月里 我们能在一起吗 如果你想 可以 占卜师的声音 是用你生气做过改变的 听起来不耳玄乎 沈娇喜怒不形于色 起身就往外走 他也没等江东 直接朝着门口走去 门口没有人拦着他 他下了一层楼 身后才传来很快的脚步声 江东在半路上将人拦住 你去哪 沈娇转脸看着江东的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骗 江东本想逗逗 沈娇的 没想到他上来 就是骗这个字 他很敏感 一点犹豫都没有 当机会 我没想骗你 你生气了 沈娇 面无表情地看着江东 你是觉得 我傻到分不清 国外玄学 和开卷考试的区别 江东摸了摸笔尖 但也掩饰不了尴尬 他拉着沈娇的胳膊下楼 沈娇想甩开 江东道 你先别着急发脾气 都我跟你说呀 沈娇试了几下 没甩开 被江东带到了楼下 他替他打开车门 上车后 江东坦白从宽 我承认 刚刚我一直在隔壁 你那边发生什么 我都知道 占卜师的话 也是我让他问 我让他说的 但我可不是骗你 我就是想让你心里 少钻点牛腿肩 沈娇气到升华 心平气和地问 那你觉得 我现在 钻牛脚的事 是变多 还是变少了 江东没敢在自己 坟头上蹦跌 老老实实地回 我错了 本想让你开心 结果还惹你生气 你大人有大量 人美兴善 至永无双 开局五分钟 就给我试破了 我甘拜下风 沈娇分不清 到底是女人 都爱听好话呢 还是真的被江东磨得 一点血腥都没有了 他发觉 怒气真的笑了大半 可是脸色不敢有缓和 只能绷着道 江东 你都多大岁数了 三十好几的人 有意思吗 江东顿时眉眉一跳 先翻脸围墙 嫌我老 你说呢 你要是二十出头 我还觉得天性是人 千有可原 所以三十多就不能做 二十出头能做的事 你现在只喜欢二十出头的 年纪小 才会喜欢比自己大很多的 我现在都二十七八了 当然喜欢二十出头的 江东突然沉默 把脸别过去看窗外 沈娇第一反应 不会真的戳到他了吧 难道男人也对年龄敏感 小气 他喜不喜欢他 他是心知肚明的 再说 吵嘴而已 当然什么难听说什么了 这也要当真 小气鬼 江东平日里都是嬉皮笑脸的 很少情况下像这样 沉默不语 他也不表现在脸上 只是很安静 安静地想着 他必须要hold住 hold住了 就是沈娇心里愧疚 hold不住 就是他自己有错在心 自身难保 车内安静地让人透不过气来 扮上 江东默默地发动车子 副驾上的沈娇开口道 你要不想 不用送我回去 我让小彤来接我 江东不动声色地回 我给你带出来的 沈娇一听他这话 心里不是滋味 我又不是不认路 不用你负责 说着 他准备推车门 下车 江东一把将人拉住 不等沈娇出声 他又揽过他的后脑 轻身压上来 沈娇以为今天这架势朝定了 没料到是这样的发展 一时委屈 眼眶湿了 沈娇反抗 江东是越缠越紧 他放弃抵抗 江东变本加厉 最后仍是沈娇忍无可忍 伸手抓他腰上的肋骨 江东一把将他的手腕按住 睁开眼睛 对上沈娇羞焚交加的视线 江东稍微退开一点 也就是两公分的距离 最后在沈娇的注视下 凑上去 吻了下他的唇 一下 两下 三下 小鸡啄米的频率 分不清是调戏 还是挑戏 沈娇快被他气疯了 想用头撞他 江东先一步预判 往后一躲 十分得意的笑 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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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娇沉默片刻 紧接着五官明显一众 眼泪浮上了眼眶 怎么还玩不起 他 他张开双臂拥抱他 沈娇抬手就往他的肋下来了一圈 江东抱着他不松手 打吧打吧 我不躲了 沈娇攥着拳头打他 江东绷紧了身体 他知道他肯定疼 他平时擦破点皮都要啰嗦的好久 连续打了五六拳 沈娇火气散了些 不想让我躲 你就说嘛 你说了我肯定不会躲 你不说我当然要躲 躲了你又生气 生气还不是我来哄啊 谁让你哄了 我乐意哄 你管得着吗 沈娇的心 像是被放在粉笔和黑板中间摩擦 烦到他想杀人 强忍着眼泪 他恨恨的道 怎么会有你这么烦的人 江东抱着他 沈娇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 只听得他阴阳怪气的声音 是 年纪大 所以被人烦 沈娇要推开他 江东不松手 沈娇气急败坏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有理了 是谁先惹谁的 江东一听 不好 这事要回过味来了 他赶紧不讲道理的回了句 还不是因为嫌我年纪大 才觉得我幼稚 要是换个二十岁出头的带你来玩 你肯定觉得这就是浪漫 所以你明知自己多大岁数 为什么老黄黄刷绿漆呢 我要本来就是绿的 疯了还给自己刷绿漆呀 沈娇一下子从怒点变成了笑点 嘴角已经忍不住抽动 他一声没坑 怕破功 江东也挺害怕的 怕搞不好再背锅 听沈娇不开口 他悟自道 我劝你做人目光要长远些 二十出头怎么了 他没有三十多那天 沈娇好似找到了一个 即将动的绝佳论点 他不急不还地回 沈娇我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了 你在一天一天变老 这个世界上 永远有二十出头的帅哥 你现在这个年纪 还能搞姐弟点 那你在大个十几岁 要给二十的当阿姨呀 你管我给人当姐还是当姨 反正不当妹妹就是了 你想多了 我也没想跟你当哥 我就想当你男人 那你慢慢排队了 江东二话没说 突然低下头 沈娇只觉得后脖梗一疼 他叫了一声 用力将身前人推开 江东被推到了架势席 沈娇回手摸脖子 江东抬手擦了下嘴角 你说狗的 马上三十四万 自己算吧 沈娇气得要下车 江东突然踩了油门 吓得沈娇一下又坐回了副家上 江东开车 沈娇骂骂咧咧的 一瞬间好像回到了五年前 两人刚刚认识的时候 装不下去 就干脆撕破脸皮 陆振埃和周童在家里刷马 院子里两只阿拉斯加 玩着玩着 不知因为什么鸡眼了 正在一个追着 另一个的尾巴咬 两人见怪不怪 谁的狗像谁 周童从十几岁开始跟着沈娇 两个人形影不离 刚来国外的头两年 周围眼线众多 多到分不清 哪波是哪波的 他更是一刻都不敢离开 防别人 也防江东 但是日子过久了 日久见人心吧 江东整天疯疯癫癫的 好好一身成首富的儿子 跑到国外陪着他们 过乡下日子 这里不能说环境不好 但跟灯红酒绿的大城市相比 简直就是来戴法修行的 江东从前很爱玩 吃喝穿戴 无一不讲究 现在也从法拉利 变成了拖拉机 从早上七点钟睡 变成了早上八点钟起 前些天 沈娇过生日 江东非请三个人 去他们家里庆祝 他亲自做了一桌子菜 中餐 不知道什么时候学的 还给沈娇煮了一碗长寿面 沈娇当时没说什么 当天晚上回去 躲在房间里面哭了好久 周同和陆正安都知道 沈娇从来都不是不爱江东的 他不是生他的气 只是等待着信任回来的那一天 所以日子就慢慢的熬过来了 刷着刷着 陆正安开口说了句 你有时间跟小五聊聊 你让他难为自己 周同面无表情的刷着马 闻声回道 我跟他说过 每次他犹豫的时候 江东就尚赶着作死 陆正安到底年纪大了 心里翻白眼 也不会表现在铃上 声音如常地说 他还真是数年如一日 以前总觉得 他就算跟过来 这里的日子 他也过不了多久 没想到 他倒会自己 给自己找事做 陆正安和周同都知道 那家塔罗牌屋是江东开的 看似风马牛不相及 毫不靠谱 实际上是个搜罗小镇情报的 绝佳地点 那里面三角九流 鱼龙混杂 方便占卜师 打探各类小道消息 小镇人口不足一万 看着不多 但谁也不知道 周围到底哪些是敌人 哪些是友 除了国内的各方势力之外 陆正安也安插了一些眼线 此时 江东和沈娇的路线 他在家刷码 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江东开车 带着沈娇去了个 他没去过的地方 这里除了一栋新建的 很有江东风格的三层别墅之外 还有很大的菜园和果园 两人下车 江东说 赶紧参观一下我的副爷 沈娇不走了 索性跟在江东身旁 看他能搞出什么花样来 当他看到直径一米多长的巨大卷心菜的时候 他进气多出气少 江东侧头看他 怎么样 有没有很特别 这是吃的 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 我还没吃过 你想尝尝吗 沈娇本能的想摇头 却又忍不住想点头 江东一眼看穿他的心思 主动的 我们今晚就在这吃饭去挑 乡种哪颗吃哪颗 我外面还养得专门生三黄蛋的鸡 江东的副爷跟他的人一样 沈娇一边跟心里付匪 一边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奇葩 蹲在跟他一样高的巨型卷心菜旁边 沈娇迟疑了 要不要拍张照片回去 给周同和陆正安看 我们走的时候带些回去 你别不是千辛万苦培育这些东西 就是为了毒死我们的 你要是我毒死周同还有技可学 我可舍不得毒死你 你死了我怎么办 沈娇一不好意思就嘴毒 你真的是越老越油腻 我二十多的时候 你没见你头还送抱啊 你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江东见沈娇蹲在一颗菜前 一动不动 你跟他相面还是相亲啊 选没选好 沈娇起身 随手指了颗奇葩重的奇葩 最大的一颗卷心菜 说 就他吧 我就欣赏你的脾气 越怕越挑战高难度 江东的嘴又碎又甜 跟在沈娇身边叨叨叨 一会惹得他冒火 一会又甜得他西火 沈娇也是叫他给折磨惯了 拿他没折 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态 两人在菜地里面逛了一圈 又去了养鸡场 偌大的一片空地 被栅栏围起了好几个部分 每一片区域里都有数不清的鸡 江东抬眼眺望 是一片刻 那边应该是生双黄蛋的 那边是生三黄蛋的 神交下巴一抬 是一对面的一片区域 里面的鸡长得格外的俊美 个个身形英姿洒爽 比寻常的鸡大了两倍不止 羽毛又很华丽 一看就是鸡中贵族 这是什么鸡啊 江东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回得很是随意 哦 只是长得好看 不会胜蛋 神交一下子笑出来 江东贴着他 神交越发忍不住笑 干脆敞亮地笑出声来 江东表情防备 感觉你笑得不怀好意啊 神交心情变好 故意意味深长 江东自己琢磨片刻 某一瞬间的 你想说我跟这帮鸡样 中看不中用啊 神交投以一个欣赏的目光 对你自己很了解吗 我不能是 你能啊 神交顿时脸一拉 你骂谁呢 这回轮到江东笑起来 桃花眼完成了月亮眼 鼻子横挺 嘴唇粉红 关键皮肤还白得 女人心生极度 神交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江东 怎么晒都晒不黑呢 每年说作物的季节 准时准点地出现在 他家农场里 别人都晒得古铜色 他晒得像主书的虾 但是红丸依旧冷白 神交不愿意承认 有些人就是天生丽质 三十四 长得跟二十四似的 烦死 他不经意间多看了他两眼 江东发现了 马上戳穿 你偷看我 你长得很好看 他是嫌弃型陈鼠 我是好看啊 你想看就看 用不着偷偷摸摸的 沈娇发了一眼 江东用自己的胳膊 撞了沈娇的胳膊 干嘛 你看我一眼 沈娇目视前方 看鸡干嘛 他能有我好看呢 沈娇别笑 不够言笑 他不会说话 你也知道他不会说话 他要是开口 你也嫌烦 沈娇听他认认真真的 跟鸡比较起来 心里快要笑死了 瞧忍着才做出了一副 不为所动的表情 晚上我做三黄蛋和双黄蛋给你吃 看你吃不吃得出区别 沈娇灵光一动 我想吃鸡 江东微微一顿 很快的 好 我让人抓一只 你抓 江东没出声 沈娇侧头明知故问 舍不得 我给你钱 想吃哪只 沈娇抬手 值得指贵族鸡圈里的某一只 他本以为 江东会插个打混的 说这种鸡 只可远观 不可吃鸡 结果他一个字都没说 卖部直奔鸡卷 第1038集 沈娇发现了 其他鸡圈的栅栏 都是正常高度 唯独贵族鸡的栅栏 是其他的二倍 正想说 是不是鸡贵怕鸡跑了 江东已经打开了栅栏门 正他跨进去的第一步 周围气氛陡然而变 原本闲听信步的贵族鸡们 忽然原地停下 抖着羽毛 艳丽的小脑袋 斜眼往门口瞄 沈娇大气都不敢传 静观其变 江东站在原地 默默地解开袖扣 把袖子挽上去 几秒后 胯部朝着最近的一只鸡去 一人一鸡 原本相隔三米左右 待到只剩下一米时 毫无预兆 贵族鸡突然原地腾空飞起 抖着翅膀就朝着江东的里去 沈娇吓坏了 张嘴喊不出动静 主要怕惊了鸡 江东也害怕 他这辈子也没干过抓鸡这种事啊 更何况 大家都在各自的种类里面充类拔萃 本该惺惺相惜的 没想到乡间太急 鸡急了 江东也急了 他飞他挡 鸡飞狗跳 沈娇以为江东跑出来也就算了 谁料他跟鸡杠起来了 贵族鸡飞着往鸡队里扎 他大意凛然地冲过去抓 煞时间搞得那个鸡眷里疯狂了 群鸡乱舞 沈娇急声喊道 江东 你出来 我不吃了 江东好似根本就听不到 从沈娇的角度 他清楚地看到好几只鸡飞起来碰到江东 那些鸡又大又壮 爪子也锋利 终于沈娇也急了 打开卷门就往里冲 这场面 谁看了不得说一声 冲进枪林大雨里啊 江东到底还是把那只鸡给抓住了 就是沈娇最开始随手指的那一只 一转身 沈娇在不远处被几只鸡围攻 他上去就是一脚 鸡身上的毛都扑腾掉了 一手抓鸡 另一只手抓着沈娇 三者从冻乱中逃出 江东想问沈娇有没有事 沈娇却是皱着眉 望着他的脸道 眼睛没伤着吧 江东顺着他的目光 摸了下右眼下边有些痒的位置 手指上立马剪了红 找来看管工 沈娇要的消毒药水 江东把鸡递给对方 说是要杀了只 工人表情欲言又止 沈娇说 搬回去吧 我闹着玩的 我可没跟他闹着玩 吃他 今天谁来了都救不了他的命 工人拎着做不出表情的贵族鸡走了 心说 这鸡一只的价钱能顶五百只普通鸡 且不说拿观赏鸡当菜吃 这种鸡出了名的暴脾气 大狗都不敢惹 江东平日里干干净净的不是人间烟火的贵族做派 只能想到冲进鸡圈里抓鸡的 没受大伤都是幸运 不然 浩凸了都正常 别墅一层 江东跟沈娇面对面的坐着 他给他眼底上药 江东倒吸气 沈娇说不出他矫情的话 只觉得心疼 江东问 我要是破相了 你还喜欢我吗 沈娇不出声 我这辈子就靠脸活着了 现在脸都不完美了 你得负一部分责任 你开个价 江东突然把脸凑上前来 你 亲我一下 沈娇意料之外 没想到他这么好说话 他以为他会说些离谱的 比如谈恋爱 更甚至结婚 结果只是亲一下 这个则负得有些容易 以至于沈娇认真想了一下 到底要不要负责 江东见他迟疑 挑眉道 你现在越来越过分了 我以前碰一下你都心疼 现在见血你都眼睛不眨一下 盯着沈娇的脸 江东严肃地问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沈娇看着江东眼底 一块三厘米长的抓痕 狠话怎么都说不出口 沈默片刻 你种这么多菜 养这么多鸡干嘛 你缺钱 江东不以为意地回 你要想在这定居 这里就是家 反正闲的也是闲着 是自个儿家的东西不好吗 家 沈娇眼眶有种想要湿润的冲动 她的家在那无所谓 但江东的家本该在深城 她却抛弃了一切 陪着他转了四年 她不知道矿城州到底给他留了什么 让赵家在风生最紧的时候铤而走险 让那么多人在事发四年后仍然紧盯不舍 那支钢笔他已经毁掉了 想念一个人未必要留着他的东西 沈娇只是苦于不能昭告世界 他真的没有什么秘密了 也不是完全没有 他还有一个秘密 司马昭之心 他爱江东 江东见沈娇垂着视线 大抵猜到了他在想什么 出国这几年 他看似远离 也似乎成功逃离 但他知道 沈娇心里没有一刻真的放松过 江东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没有之一 就是那自以为是地把一个局外人扯进局里 李游信誓旦旦 谁让他是邝家人 所以本质上 他跟那些疯狂逐利 诺井下石的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都是照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就是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别人 不同的是 他后悔了 每每想到此处 然后是江东脸皮这么厚的人都会心虚 他总问沈娇是不是不喜欢他了 做过那么伤人的事 还怎么好意思问得出口 两人心思各异 这次江东率先败下阵来 你先休一会儿 我去做饭 他起身往外走 沈娇心下诧异 他感觉到江东情绪不大对劲 怎么了这事 因为他没回答他之前的话 工人把杀好洗好的鸡放在厨房 还有一片叶子就能当被盖的卷心菜 工人不知道他要怎么做 食材基本上都是原来的样子 没有处理过 江东站在倒台前 无从下手 你想怎么做 身后传来声音 江东转头看到走过来的沈娇 你想怎么吃 我做 沈娇已经挽起了袖子 我不会做 可以准备 说完又别扭地加了一句 我可不想吃你的嘴软 江东难得地找到这样的机会 只有他跟沈娇两个人在一起待着 简单商量好吃什么 沈娇左右看 江东问 找什么 为什么在哪 江东没在这里做过饭 同样找不到围裙 也懒得叫人找 干脆去楼上拿了件自己的衣服下来 沈娇也不跟他客气 衣服往腰间一围 袖子一记 开始剁鸡 江东看他大刀阔斧的动作 不知是该上前保护呢 还是该退后先保护好自己 微微醋眉 他念叨着 你行不行啊 少想看人 不会坐还不会剁吗 说吧 轮起胳膊 一刀下去 鸡爪子直接从灶台上绷到了两米外的江东身上 江东快要吓死了 边躲边喊 沈娇下意识的道 你小心点 我躲得还不够远吗 沈娇想到他之前剁排骨 排骨飞到陆正安眼镜上 眼镜片都碎了 他脸上露出了明显的笑意 江东看得他笑 心里一暖 真不用我帮忙啊 沈娇头也不悔的说 做好你的饭就行 我费这么大力气 你要做不好 可别怪我掀桌子 画把刀落 又有什么零件部位飞了出来 江东一脸嫌弃的躲开 总觉得沈娇手下的鸡 八斤躺在那 上桌顶多剩三斤半了 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但菜鸡不分性别 两个菜鸡凑一起 光准备菜就从天亮准备到了擦黑 从不饿准备到了鸡肠碌路 沈娇洗菜的时候 江东不在厨房 他临时去客厅拿东西 发现江东鬼鬼祟祟的 站在角落出看视频 怎么炒菜的视频 你到底行不行 江东羞的转头 出来干嘛 你准备好了吗 你就说 我能不能说你吃上晚饭吧 要是不能趁早说 我现在回去还能说个点 江东把手机揣了起来 小好吧你 沈娇没有任何的期待 他前些天也不是没吃过江东做的菜 怎么说呢 熟了 别挑味道 当晚回去后 周同和陆正安都加了宵夜 他一个人在楼上感动得一泪洗面 一边流泪 一边肚子咕噜咕噜的叫 友情饮水宝都是骗人的 只有身体最诚实 沈娇知道 江东倒过出来一顿饭不容易 只不过没想到这么艰难 怪不得上次他从中午就不见人影 两个人四个菜 前前后后三个小时 以至于第一口东西入口时 沈娇有种自己还能活的错觉 江东问 怎么样 他眼里有期待 沈娇说 你自己尝 江东拿起筷子 先吃了素菜 嚼了嚼 还可以吗 看跟谁比 周同做饭再好吃 你也不可能嫁给他 那我也找个做饭好吃的 又要年纪小 又要做饭好 你现在是有多看不上我呀 不想着怎么提升自己 还怪别人有要求 说完他就后悔了 江东看着沈娇 忽然笑得很是鸡贼 我要做饭好吃 你就喜欢我啊 自己说了我的话 也不好再反悔 沈娇垂目不看江东 不冷不热的说 你先做好吃的再说吧 不然他们两个在一起 还不活活的饿死 行 你给我等着 沈娇没当回事 做饭这东西靠天分 像他就跟厨房八子不太合 这么多年 也不能跟油盐 酱醋和平相处 江东没有比他好到哪去 狠话谁不会放啊 他什么时候分清楚 盐和糖还不知道呢 沈娇嘴里含着口糖炒蛋 迟疑着是该吐还是该咽 第1039集 两人吃饭的时候 天彻底黑了 中途外面又突然下起雨 雨势很急 打在玻璃窗上 琵琶作响 这里的天气跟深城差不多 这个季节是又闷又热 下场雨还凉快些 沈娇本打算雨小鞋就回去的 不料雨越下越大 手机响了一声 周童的微信 沈娇以为周童要来接他 结果周童说的是 家里这边停电了 你要回来 我就跟安叔 把备用发电机提前拿出来 小镇的电力系统很差 大风大雨停电 大雪也停电 不在市居住的人 基本家家户户都背着发电机 以备不时之需 沈娇记得发电机在仓库 外面这么大的雨 他不想周童和陆正安 再折腾出去 短暂的迟疑回复道 我现在在的地方没有电 你要不要过来住一晚 我们不去了 起锅早 等一下直接睡了 嗯 你们早点休息 我们早回去 有事有事找我 好 他放下手机 对面的江东说 外面这么大雨啊 今天别走了 还来接你 我也不放心 今晚都在这住吧 那边又停电了 我没有让小童过来 你今晚在这住啊 你饭做得这么难吃 今晚防费我就不给了 你这样我很为难啊 不知道以后该不该把饭做得好吃点 做得好像做得道一样 要不这样 你就在这住 我每天给你做饭 做到好吃为止 沈娇努力做到面色无意 我可请不起你这么贵的厨子 我又不收你钱 男人手短 我残了 你也没有义务养我 我残了 你会养我吗 沈娇烦死江东了 为什么他每次都不按常理出牌呢 净魂问些让人不好回答的话 他沉默 江东穷追不舍 问你呢 我要是行动不便 你跑了我都追不上你的那种 你会不会把我一个人扔下 窗外一亮 亮如破晓 持续三四秒 漫半拍传来巨大的轰隆声 听听 雷都想劈你 江东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表情难得的正经 要真有那天 你走了我也不会诅咒你 被雷劈 你解放了 沈娇心口一弯 神色锋利起来 瞪着江东 一声不吭 江东被他看笑了 边笑边说 但你大概率等不到这一天 祸害一千年 为了缠着你 我都不能让自己残了 放心吧 沈娇不知道他有什么好放心的 没被江东气死 不是他心眼大 是命大 懒得理他 沈娇沉默其身 收拾自己的碗筷 桌上四盘菜 宛若刚出锅 其实他跟江东 相似的地方有很多 比如 人菜 嘴又雕 都不会做饭 又都挑食 不好吃的 谁也不动 沈娇经过江东身边 他伸手拦了他一下 沈娇看他 江东道 放着吧 我洗 你的碗比脸还干净 不用洗了 拐着弯 说我做饭难吃 我没有功劳 还没有苦劳嘛 你自己想吃苦就算了 还拉着别人一起吃苦 我还得感谢你 不抛弃 不放弃呗 江东伸手 把碗抢了过来 连着自己的碗 拿去厨房洗 他也知道不好吃 不怪神娇不灵清 我今晚住哪间 随便住 那我上去了 二楼四间房 沈娇推开 左边最里间的一间 打开灯 房间很大 虽然一看就没有人住 但也知道是主卧 他把灯关了 又去另一间 这间比之前那间小一些 沈娇把门关上 想了想又反锁上 衣柜里 意料之中的空空如也 好在浴室里有浴袍 他刚刚在一楼功能间 也看到烘干机了 沈娇洗澡的时候 顺带着把衣服也洗了 手机他带到浴室里 洗到一半的时候 江东的电话打过来 沈娇一只手擦干 接起 喂 干嘛 什么事 给你送东西 电话我下楼 电话挂断 沈娇不由地 加快了些速度 关水 穿上雨袍 他从浴室里出来 刚走了两步 无意间抬头 看到床头柜处的一大碗面 沈娇第一反应就是来回看 找江东 房间内很安静 只有雨打在玻璃上的啪啪声 沈娇神经质 翻了窗帘 连衣柜都打开看了 确定房间里面没人 他又走到门口 开门 咔嚓一声 门仍旧是从里面反锁的 那江东是怎么进来的 别说外面下着大雨 就算不下雨 他也不信江东 能端着碗面爬上二楼 拿起手机 沈娇站在床边 眼镜盯着冒热气的面 打给江东 江东倒是挺快的接了 沈娇问 你怎么进来的 嗯 进哪 手装 面是飞进来的 什么面啊 沈娇心里开始打鼓 脑中也不由地脑补出 N种惊悚的画面 暴雨深夜 远郊别墅 繁琐的门 凭空出现的面 他疑神疑鬼的四处打量 生怕有人躲在暗中 手机里 传出了江东的笑声 想知道 我这么做到了吗 神娇紧绷的神经 瞬间被弹了一下 这滋味 就像是有人在高压电线上蹦跌 他气到无语 江东还在笑 我现在 快来找你 沈娇不出声 江东话音落下不到三秒 他对面一面石纹造型墙 突然翻动 一扇门的宽度 江东拿着手机 从隔壁走了进来 竟然是一扇隐形门 江东看着沈娇发黑的脸 乐不可知 沈娇发现手机 四处寻找 江东见惯了沈娇这副反应 知道他想干什么 急忙受了笑容 别动手啊 别别别 别动手啊 看到我给你煮面了 话为说完 沈娇已是抄起枕头扔了过去 第一个被江东躲开 第二个被他抱住 沈娇气急败坏 冲上去要捡地上的枕头 江东快一步拿起 他却在手里抢 江东不松手 嘴上叨叨着 这么大火气干嘛呀 我不是马上就告诉你了吗 你这么大批就是饿的 赶紧吃点东西 吃饱了就好了 沈娇抢不走枕头 钻拳打他 江东拿枕头挡 两人在房间里面增进感情 沈娇一天里不知被江东气了几次 发痕又让他长长记性 气得上头 一跑领口什么时候松散的都不知道 随着他抬胳膊的动作 江东一不小心看到一镜里的光景 江东身前隔着枕头 沈娇知道用力也打不疼他 抡起拳头往他身前一打 谁料 江东突然扔掉手里的枕头 沈娇这一拳正中他的胸口 一愣 他怕白天的意外再重演 不等开口 江东已是一把将人扯到了面前 抬手揪住他散开的浴袍领口 随着视线 逆着沈娇的脸 低声道 不大这样的 他的声音明显变了味道 沈娇瞬间汗毛竖起 想躲 江东先一步拦住他的腰 将人孤在了怀中 沈娇推他 惊觉江东蚊丝不动 抬眼看他 江东的目光更是令人头皮发麻 沈娇一下就慌了 松手 江东声音从嗓子眼里发出来 滴滴的 说不上挑戏还是耍赖 沈娇 沈娇浴袍里的温度陡然升高 叫了声 江东 我在 沈娇动作幅度很小 但却很优励地震了下 根本震不开 他不敢来墙的 抵着他的胸口道 你别惹我 你先惹我的 他的手还揪着他的羽袍 沈娇有种被人踩住命门的错觉 不敢发火 更不能认怂 绷着一口气道 上午倒霉 我认了 你赶紧走 不想走 怎么办呀 沈娇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一层未落 一层又起 脸上的温度也逐渐攀升 杨怒 他瞪着江东 一声不吭 企图用威慑让他知难而退 江东一只神骄 两人无声对视 很快 沈娇就发现 知难而退的怕是自己 他真的快停不住了 不到十秒钟 江东低下头 沈娇很快伸手去挡 江东根本不给他机会 将他两只手往后面一掰 用一只手攥住 另一只手搬正他 企图避开的后脑 熟悉的气息 越来越近 温慧迟到 但从不缺席 沈娇又气又急 夹杂着领红心跳和胆战心惊 人的情绪能有多复杂 沈娇在江东的身上 完美地体会到了 他就是让他又气又爱的典范 这么多年 他时常搞不清 他到底是爱他多呢 还是讨厌他多 房间里 只有大雨飘泼声 沈娇整个人被江东搂在怀里 手动不了 头动不了 口也是被动的 江东